現在這麼多民眾 可能有太陽心 都會去買鳳梨 但是要注意有些詐騙 現在有人又有機會來設這個網路的這個網站 上面寫著說要請求這個台東的鳳梨 買茶 收的這個鳳梨冠 其實這個網站今年已經讓人發現說是 詐騙一本 而且是在國家來設的 想要來利用這個民眾的愛心探錢 台東的鳳梨現在開花也不結智 不過有些人在網路上寫過無背台 要請求臺灣的鳳梨跟賣六夜的茶宵鳳梨冠 還要放這很過程的壓扁 不過其實這個網站 去年就出現過 還去找檢舉 現在又去有優心臨書 賺中國渣停進口臺灣鳳梨 利用這點賺臺灣人的愛心探 其實六夜根本就沒有人在這個網站賣鳳梨冠 他還是有產劑的限制 還有手工的問題 所以他絕對沒有辦法太大 太大量的生產 目前這個信息已經讓賣鳳梨冠 有分向出去 台東網路進出 標時 台東網站鳳梨的臉書 只有三百七十多公項 大出的四季在五月份至七月份 比咱部地區更萬千 而且手工的鳳梨冠就要等六月份才會勝散 詐騙的網頁前兩年其實曾經就已經出現過 那我們在這裡要呼籲我們的臺灣的消費者 臺東的鳳梨是產劑會是落在我們的五月中到七月 台東網路進出表示 已經收集這個網站相關的主信 通報向相關的單位做調查 也讓民眾支持人民 不過這份愛心不能讓利用去 繼續走下報道